花蓮市的体育好手在112年 花蓮县全县及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当中 展现了亮丽成绩 包括团体和个人总计获得了216面的奖牌 夺牌数是全县之冠 市长魏嘉燕特别颁奖表扬了获奖选手 也期盼所有人可以坚持自己的兴趣 持续为梦想经济努力再创高峰 12年金属为第一年金属当打 花蓮市长魏嘉燕逐一颁发奖状及奖励金 并与选手们合影留念 花蓮市的体育好手们 则是在112年花蓮县全县级社区全民联合运动会中 展现亮眼成绩 包括团体及个人总计获得216面奖牌 多排数为全县之冠 其中田径项目100公尺 200公尺及3000公尺进走 更是突破大会纪录 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学校跟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们最努力的所有的小小选手们 其实我们总共是金牌拿了80几面 银牌拿了70几面 那铜牌拿了50几面 那其实真的成绩非常的优异 那其实也要感谢我们代表会 很支持我们在各项的单项运动 其实我们持续的在办理一些 不管是大型的赛事还是小型的赛事 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来参与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来办理各项的一些体育的业务后 我们会全心全意的支持 市长维嘉燕除了赞许县福对体育运动的重视 也感谢市民代表会长期支持 施工所办理各项体育赛事 并表示未来华联市将会持续提供发挥长才的舞台 成为选手们减实的后盾 期盼往后能看到他们更加发光发热 成为全国之光 也希望能以运动带动观光产业发展 持续为华联市注入阳光与活力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